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 人类发明了塑料 既方便可塑性高 不容易腐坏 最重要的是它非常便宜 从此塑料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文明生活方式 无孔不入地渗透每个人的生活 甚至在高至几千米的山峰 深入几百米的海洋 都可以看见塑料垃圾的踪影 而有不少的研究都认为 塑料需要几百年来分解 至于所分解出来的微塑料 究竟会不会对人类造成健康问题 依然是个问号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几天前就发布了 有关塑料污染对环境影响的报告 初步结果却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垃圾 垃圾 整条河流都是塑料垃圾 成队的塑料瓶在河上漂流成小岛 这早已经是世界各国水域常见的情景 也让大家开始担忧 塑料对饮用水源所造成的污染课题 然而 世界卫生组织所发布的报告显示 我们的饮用水之中 确实含有微量的塑料 但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类的健康 带来风险 这份报告也指出 目前污染人类水源最大的元凶 并不是塑料 而是会让人类患上严重疾病的微生物 不过 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 塑料对环境和海洋生物所带来的威胁 依然是不容小觑 人类必须要减少塑料污染 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承认 现有的研究和数据依然薄弱 因此呼吁各方持续深入研究塑料污染的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